大家好 今天我Rita會教大家兩個簡單的英文字 就是good和well 越簡單的字也越容易用錯 大部份人都會知道good是一個adjective 即是一個形容詞 而well是一個adverb即是副詞 看看以下的例子 Rita is a good tutor. She teaches well. 其實這句的意思就是 Rita是一個很好的補習導師 她教書教得很好 你就會發現good是一個形容詞 它在修飾後面的tutor這個名詞 至於well的副詞 其實是告訴別人teachers的動作 教的動作是做成怎樣的 但well這個字也可以是adjective 即是形容詞的用法 所以如果你說I feel good 即是說我心情很好的意思 如果你說I feel well 即是說我健康狀況良好的意思 現在也可以留意一個笑話 就是曾經有一個外國人問我的朋友 就是他問How are you? 這個簡單的英文就是問 你好嗎? 而我的朋友就想回答他 我很好 於是他就說了I am good 但當你說I am good的時候 其實你是跟別人說 你人品很好 你的人很nice 所以那個外國人聽到之後 就完全看不清楚 就是你在說什麼 至於你說 如果你回答I feel good 其實就合理得多 因為別人問你How are you? 你好嗎? 然後你告訴他 我心情不錯 絕對合理 但如果你說I feel well 就要看回情況 如果你之前一直抱病在身 然後對方問How are you? 就是問你怎樣的意思 而你又告訴他 你的健康狀況良好的話 其實你回答I feel well 也是合理的 還有 其實外國人很喜歡用Well 這個字來作為助詞 就有在想事的意思 Well 我也記得我接下來準備教些什麼 下一個部分就是想說Well 其實也是一個名詞 即是一口井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記清楚Well的用法 不要像井底之蛙那樣 因為The frog in the well knows nothing of the great ocean 如果像井底之蛙那樣 識一點點 假裝代表 隨時會搞出很多笑話